詞曲 李宗盛 今天的JKD線上教學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從拼吹掛拳 拼吹掛拳的一個運用的動作 我們直接來去做一些動作的一個示範 像拼吹的一個運用是什麼 有時候他可能是做續招 他來去繼續攻擊 有時候他高 他從往下 第一個是從拼吹掛拳 所以從拼吹掛拳 我們可以接著從這一段 去進行一個掛拳的動作 我們從第一組的一個動作示範 我們從下拼拳 對手去做一個防律 所以你要記得 我的身體不能夠太近 不能夠在他的後手的攻擊位置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成為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只是一個半隻攻擊 很快的順著上來 這是一個掛拳 慢慢地從右邊掛拳 這次掛拳是做的是一個by face 所以用我的拳背來做擊打 回拉 回到這個角度 我們開始離去的動作 1 2 1 2 1 2 從這一段 從這一段 很快地上來 再做一個拉手掛拳 1 2 1 2 3 回拉 1 2 從這一段 拉手 所以你要記得 手是封住了對手的雙手 這是掛拳 所以掛拳 不要離得太遠 一樣放在這一個攻擊角度 再回到原點 再一次 1 2 拉手掛拳 第三個方式 當我在做拉手 他手上來 很快地去做一個架手的方略 同樣我們可以從這裡 再進行一個充弦的打擊的動作 所以他變成一個連續的一個充弦 一 二 三 四 這一次 一 二 三 四 連續的攻擊 接下來第四個動作 他從這個架手 他就仿佛住了 我的腹法可以往前 我現在起 我變成了一個手肘 一個破壞的一個動作 這是往下 這一段是往上 所以你要記得 讓他的拇指是朝下 靠近你的身體 一個上一個下 我做一個 手肘的破壞 做一個膝結 或是膝結 膝結的位置 他你要前腳後腳 取決對手的距離 來去做一個決定 OK 再看一次 1 2 3 4 5 回來了 再一次 1 2 3 4 5 回來了 OK 第五個角度 我們延續了 我們延續了剛才四的位置 所以我往在這一段 但對手他可能不要撞 他的手肘 是彎著 或是他想要掙扎 抬起的時候 你各的可以從這裡 進行一個finger fall 來去做一個控制的動作 再慢慢開設 1 2 3 4 5 他往上抬起 他想要掙扎 從這裡進行finger fall 所以finger fall 你要記得 他是往他的肩膀 控制 重型來去做一個壓制 控制的動作 所以我的手 穿過了他的手內側 抓住我的手 然後他的手指 跟手腕對準 你的地方 往肩膀跟往下 再重型來去做進行控制 我們換到另外一邊 慢慢再看一次 1 2 3 4 所以我無法上路 無法移回來 控制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finger fall的動作 從另外一邊 再來進行同樣 1到5的一個動作示範 下平拳 掛拳 這是第一個位置 1 2 第2個 他從後手防禦 1 2 拉手掛拳 1 2 拉手掛拳 第3個 當我拉手的時候 他的前手再上來做一個架開 所以我從後手再進行一個衝垂 去進行反鞋 再來一次 1 2 3 4 第4個動作 他手架上來之後 我往下 來做一個手肘的後半 跟壓制的動作 1 2 3 unfold 第5個動作 從這裡 跑去 進行 再加上一個finger fall的角度 1 1 2 3 從這裡 從這裡 控制在這一段角度 所以從這裡 你要記得 我們的手腕 還有手肘 向它底座 可以做一個 腕十字的一個動作 速度 OK 以上 這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 從平拳 掛拳 來去如何去示範跟運用的動作